很多朋友聊天的時候 叫你出來你都不出來 你是不是還沒有拔出來 那是女生 你就要放進去一下下的 家人知道我們 抱抱這件事情嗎 我不知道 我們家鄉的那個客戟 還沒拔出來 摧雙神曲放進去一下下 主唱八大熊 整身是焊接工人 可不可以 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我本來不知道 女主角真的是他 對 到拍現場的時候 對 新演繹的時候 我才知道是他 可是這個紅了 他有沒有聊過這個事情 我們到現在還沒親眼 我怕永遠都要親眼 小心啊你老公甘霖 在你背後很火喔 航道不行的神曲 可不可以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MV19號上線 至今突破180萬點閱 47歲的主唱八大熊 其實是位焊接工人 28歲就從花蓮北上打拚 有時候在主唱 或是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一點點的小舞蹈 然後都會做一些鬼臉之類的 然後他就覺得 你比較適合 用這樣的方式來 我想要這樣子打出氣 我想要就爆出來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的喜歡 那天晚上我睡不著了 你知道怎麼睡著嗎 完了 工地的那幾些朋友 你說你是唱歌的 你為什麼要拿那個 燒點菇的東西 你怎麼在這裡 工作有一直來 喔 對對對 所以我們工地的工作 看待會 會演很久 工人又少一個 這個想法到底是怎麼樣 很多朋友聊天的時候 叫你出來你都不出來 是不是還沒有滑出來 那次的女生 你就要放輕輕一下下玩 其實那個不是很猥褻的 只是很多一些聊天的方式 那個事情就拿到歌詞裡面 這個領主角 原本是他也是本人的 可惡 但是其他的人不是他 他就是一直在幫我 沒有在 他也沒有那個空間 都會把心放進去一下下 就放心 對 放心 很多東西都可以 放進去一下下就好了 比如說冰箱放進去 鼻子我等一下就可以拿出來 不是一樣 不用太冰了 洗衣機也是一樣啊對不對 所有的朋友 不要亂查 你一開始唱歌 我覺得我很害羞 很害羞 你不會害羞 我不會害羞 我還是怕出門被人家 打 其實我是很保守的 內向的人 你是很玩笑 你是真的嗎 真的 你是保守內向的人 真的 人家都以為我是比較 比較有人誇張的 只是在舞台上 所以到家裡的時候 我是在他 只在衣服 是 老婆是你 這身最愛的 那一定是 哈哈哈哈 我跟我老婆結婚 快 十五年了 因為我們晚夜的 有時候就是 工作會不穩定 太熱愛唱歌了 然後我都去 路上 披草 撿飽 特地 老婆有時候會煮煮的 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一度就是 稍微 以下煮走了 六分鐘 打個幾百通的電話 不會去接 一定的嘛 對啊 一定的 生氣嘛 有要到快離婚的地步 嗯 都要派人去 中央商賣商骨 中央商骨 就稍微收斂了一下 那家人知道你 爆發這件事情嗎 嗯 我不知道 我們家鄉的 那個科技有沒有 放好一些 總紅的感覺 嗯 其實 我在播了 已經紅很久了 哈哈哈哈 會不會開始有聊天 自己的錢 最後你開賺很多錢 嗯 很抱歉 不要跟我接線 我在播 我還在付代款 因為 阿琳這個 太貴了 啊 啊 你沒在家